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开始要来跟各位讨论 有关破产法的课程 那我相信各位同学 你应该知道 破产法将来要更名为 债务清理法 这一步法典 什么时候会更新 我们不了解 但是呢 在96年的时候 通过了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规范 打算要帮助卡奴重生 所以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他优先通过了 他可以说是一个简易版的破产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介绍各位同学 了解破产法的结构体系概念 才有办法进一步的跟各位来讨论 有关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那你就可以了解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债务清理条例 因为我想中央法规标准法 告诉我们 称之为法律者 名称要么用法 要么用条例 要么用通则 法律条例通则 所以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那将来破产法可能会更名为 债务清理条例或者债务清理法 那不管 那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破产法如果将来更名为消费 更名为债务清理法或者称之为债务清理条例 它跟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之间 到底关系为何 而各位 我们知道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大致上各位同学 应该已经翻过它的条文结构了 分成两大程序 一个叫做更生程序 一个叫做清算程序 相对于破产法 破产法也有两道程序 一个叫做和解程序 一个叫做破产程序 我再跟各位讲一次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可以说是破产法的简易版 所以你在了解更生程序之前 你大概要先了解 破产法上的和解程序 到底是怎么规范 把和解程序做简化 那就是更生程序 把破产程序做简化 就是所谓的清算程序 那来我用到的名词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有清算程序 那各位同学 你在学民法的过程当中 民法总则里面 我们有一张叫做人 人可以分自然人 可以分法人 法人里面有个概念 叫做法人清算 那我们现在想要问你 这个清算 跟我们这边消费者债务条例里面的 清算程序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而公司法有一个名词 有一个公司分四种 我相信各位同学知道 有限公司 无限公司 两核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里面 有一个章节叫做重整程序 那我想要跟各位来讨论一下 这四个法典里面 它是属于如何的进合 简单讲 我们要先跟各位分清楚 第一点 法人清算 民法当中的法人清算 公司法当中的公司重整 跟破产法之间的债务清理 破产法将来会更名为债务清理法 跟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之间 是如何的关联性 所以我们要跟各位 讨论的第一个主轴 就是这几个法典之间的进合 到底为何 然后我一开始还要再加上一部法典 这部法典叫做强制执行法 强制执行法 破产法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民法 公司法 彼此之间的脉络关联为何 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分清楚 这几个法典 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这是我们跟各位讨论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就是要跟各位说明 为什么你要先学破产法 然后才能够学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我想刚刚也跟各位讲过原因了 答案我再讲一次 很简单 因为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其实在立法说明的时候 已经跟你说是破产法的特别法 更清楚的解释就是 它是破产程序 它是将来债务清理法的检疫版 它是破产法的检疫程序 简单来讲 消费者在这边呢 很容易让你混淆 因为我们这边的消费者 并不是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消费者 这边的消费者指的是自然人 自然人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怎么解救卡奴呢 第一个更生程序 第二个清算程序 那更生程序跟清算程序 是破产法 和解程序跟破产程序的检疫版 所以我们要先学困难的破产法 再来看我们这一边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那我想你就很快可以掌握 这一部新的法规 即使这一部新的法规 在我们呢介绍的时候 还没有教科书 我们也可以轻易的从法典 去了解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到底在讲什么 好 这是我要跟各位介绍的第二点 为什么要先介绍破产法 再跟你解释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好 第三点 那我现在要跟各位讨论的是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法人 你在什么时候要选用破产程序里面的和解 破产程序还是用公司法里面的重整 亦或是用民法里面的清算 这是我们跟各位讨论的 第一点 第二个 如果你是自然人 你为什么不选用破产 而要选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而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有两大 一个叫做更生程序 一个叫做清算程序 你什么状况之下 要选更生程序 而不选清算程序 你什么情况之下 要选清算程序 而不选更生程序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第一堂课 要跟各位介绍的三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第一个概念 讲什么呢 这几个法典里面的脉络 关联为何 第二个 我要跟各位说明 为什么要先介绍破产 再介绍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第三个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法人 你要选用哪一个法典里面的程序 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为什么 就是你如果是法人 你要选用破产法 还是民法 还是公私法 你今天是自然人 要选用破产法 还是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还是我们这一边的公私 你如果是自然人 要选用破产 还是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如果要选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你要选用更生 还是清算程序 这是我们在第一堂课 要跟各位详细介绍的部分 好 那我现在先跟各位来做 第一个问题 我先解答 第一个 强制执行法 跟破产法 就是将来会更名为 消费 更名为债务清理法 或者称之为债务清理条例 以及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两者之间 它有什么概念 结构上的不同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 要跟各位讨论的问题 来 那我先跟各位做这样的讨论 我跟各位可以先这样交代 破产法 或者称之为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基本上 它的法条规范 它的立法理念 是以帮助债务人为主 保护债权人为父 为法规依据 法规的结构内容 这是我们先跟各位谈 而强制执行法 这一部法典 则是以呢 帮助债权人 满足实现在权为主 保护债务人为父的一部法典 所以我跟各位说明 两者之间 不会说没有关联 但是呢 两者之间 会有不同的理念结构 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你要了解 我们将来在学破产法的时候 你会发觉破产法的教科书会反反复复的告诉你 破产是一个一般的强制执行 而强制执行法是一个个别的强制执行 那一般的强制执行跟个别强制执行的破产跟强制执行法 两者之间的结构理念是不是不一样 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真的不一样 破产法跟敏为债务清理条例 或者债务清理法 以及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你从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之所以起草通过 以及将来所要实现的理念 你就可以知道 帮助债务人为主 使卡奴重生 这是这一步法典之所以会通过 会存在 也就是司法事务官会大量的通过聘用的主要缘由 保护债务人是一个 比较是要辅助的一个立法理念 但是强制执行法 则是帮助债务人实现满足债权为主 保护债务人为辅的法典 怎么说 我就从强制执行法的概念 跟各位来做一个复习 各位同学 你应该知道 我们强制执行法 我们撇开总者不看 有关强制执行法 第一个我们看到你的执行名义 你今天的执行名义 如果是要钱 那我们跟你讲 这个要钱的执行名义 像本票财地 像抵押物拍卖财地 或者借款返还的确定判决 我拿到了一个满足金钱债权为目的的执行名义 那我现在取得了这个执行名义 我的目的是要钱 所以基本上 我现在找到债务人的动产 我把债务人的动产 依照四五到七四 我找到债务人的不动产 我依照七五到一一三 我找到债务人的船舶航空气 我一一四到一一四之四 我找到债务人的金钱债权 专利商标或者其他财产权 我用一一五到一二二之四的规定 将它查封 将它换价 如果今天不是一个债权人以上 而是有数个债权人的话 那我们就参与分配三一到四四的规定 应该有印象 而如果今天欠钱的不是一个私人 而是一个公法人 那公法人有公行政的目的 所以呢 我们对于公法人财产的执行 有若干的限制在一二二之一到一二二之四的规定 这是我们跟各位谈到金钱债权的执行 如果今天我要的不是钱 我要的是你把东西交给我 例如你把房子还给我 你把车子交给我 物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 我今天也不是要你交个东西给我 而是要你做一些事 或者要你不要做一些事 这就是行为不行为请求权的执行 一二七到一三一的规定 这个是我们曾经跟各位介绍 强制执行法的结构 所以各位同学来复习吧 我要的是钱 我找到了他的动产四五到七四 我找到了不动产七五到一一三 我找到了船舶航空器 一一四到一一四之四的规定 我找到了其他财产权 一一五到一二二之四的规定 我做什么事情呢 我做查封 我做换价 然后把这个钱分配给其他的债权人 如果只有一个债权人就直接分配 满足 如果有数个债权人以上 我们就要参与分配 那我想你应该有印象 所以各位同学 查封 如何剥夺债务人对标的物的处分权 这是我们一再的强调查封的观念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会动用公权力 例如 欠缴租金遭查封 好 继续 如果我们找到 有一个商标了 我们怎么换价呢 各位告诉我条号 条号 一一五到 一二二之事的规定 透过其他财产权的执行方式 好 我们看到这里 你会发觉 债务人哭得稀里哗啦 你看 心学又卖商标 创办人傻泪 各位同学 我们念完了 我们刚刚跟各位在强制执行法 简单讲的观念 你有没有发觉 强制执行法的绝大多数的法条都在告诉你 在权人要如何的对债务人的动产 不动产 准不动产 其他财产权 例如这一边的商标权为查封换价满足的动作 你有没有发觉 对啊 我们如何把斯维尔这个商标查封换价 然后呢 把它交给我们这一边的派定人 你会发觉 我们的强制执行法 主要的结构都在规范 怎么样满足实现在权人的债权 当然如果债务人 他的权利受到不但的侵害 我们可能会有12条的生命意义 我们可能会有14条的债务人意义之数 我们可能会有第15条的第三人意义之数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满足实现在权人是强制执行法的主要目的 保护债务人则是一个是要辅助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告诉你强制执行法的目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 强制执行法的立法目的 不折损债务人的人性尊严之下 利用国家公权利 确保债权人的正当权益 就像这是我们在强制执行法第一堂课曾经举过的例子 台北市有一个人用了他的棺木 赞助别人的土地 好我们这一边的郑立宴法官 各位同学 他跟我们刚刚讲的就不一样了 我们刚刚的这些图都在讲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 而这个是什么呢 庭官占地 所以我们要强制拆除该房子 然后把土地还给我们这一边的债权人 好 郑立宴法官 他把无权占有他人土地 这个土地上的房子把它拆掉了 而且这个房子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债务人 把妈妈的棺木停在这里 很多执行法官在这边可能会避讳 不想要去碰这件事情 我们铁梁子 郑立宴法官 对 郑立宴法官态度的强硬 就把棺木牵出 把房子拆掉 把土地还给我们这一边的债权人 这是什么 这是非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 这是我们告诉你的 767 财务还地 好吗 好 所以各位同学 郑立宴法官 我们这一边可以看到 法官郑立宴 展现铁梁子气魄 诚意罕见 管收手段 将亚士集团总裁郑明免暂时收押 令他拿出350万元还款 至于广告名人范可亲 因欠前妻下相连的散养费 也因郑立宴不排除管收范可亲 范可亲才乖乖拿出50万元 好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强制执行法 郑立宴法官 我想我们后面呢 在破产法也会用他的例子来讲到 你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将来司法事务官 有强制执行的案件 有我们这一边破产案件 你看 女法官郑立宴 超级寻人清掉35年的老案 什么样的老案呢 国泰人寿破产 案名醉酒 郑立宴法官查 救护级手抄本 一年找到欲望的债权人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麻烦你对照我们刚刚的两个例子 对照我们刚刚两个例子 刚刚郑立宴法官拆掉我们这一边 无权占有他人的土地 然后把棺木牵出 各位纠缠16年的台北市康定路 拆屋还地案终于尘埃落地 建屋占地的陈家没有大动作 好所以我们把它拆掉 把我们这一边的土地还给我们这一边 哪一家银行 我看一下 他把这一个还给土地银行 各位同学 我念到这里 你就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强制执行法 把棺木牵出来 把上面的房子拆掉 把土地还给土地银行 债权人只有一个 各位这个例子 350万元管收正明明 正明明拿出350万元还钱 不排除 好要管收范可清 范可清乖乖拿出50万元 还给前妻下乡脸 各位所以你会发觉 强制执行法的债权人都只有数个人而已 不会太多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国光人寿破产 暗邻醉酒 郑立宴查救护籍首抄本 一年找到一万债权人 发款四到二十万 来念到这里 债权人有多少人 一万多个债权人 所以我们用的程序是什么 不是强制执行的 而是破产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这边的破产跟强制执行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一边的破产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要是全体债权人可以公平收场 而强制执行法保护的只是一个少数或者特定的债权人 这是我们一开始先跟各位做这样的讨论 好所以我们回来 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强制执行法主要的目的在 不折损债务人的人性尊严之下 利用国家的公权力 确保债权人的正当权益 所以我跟你复习完强制执行法了 强制执行法你可以发觉 它是一个主要以债权人保护满足实现其债权 为内容结构的一个法规 这个就是强制执行法 有没有 你看强制执行法 绝大多数的法条都在告诉你 怎么样使我们这一边的债权人的债权 能够满足实现 这是强制执行法的目的 保护债务人是一个是要辅助的态度 而我告诉你破产法 那我跟你讲 公平的使全体债权人获得满足清场 公平受到清场 这是破产法的目的 但是破产法有更重要的目的 它是以赋予债务人重新的机会为主要的目的 各位我现在带你看这个条文 破产法149条本文的规定 破产债权人 依调写 调写或破产程序 已受清场者 其债权未能受清场的部分 请求权视为消灭 破产法149条本文的规定 你可以自己去看 我相信你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也可以在我们这一边的更生程序 看到法律直接规范 未受清场的债权 这个部分消灭 而在清算程序 法院可以为免责财地 不管是我们这边更生 或者我们这边清算程序 都可以使卡奴重生 好 这是破产法的目的 所以我必须再跟你强调一次 破产法主要的规范 就是要保护债务人 使债务人 使破产人 使卡奴有重生的机会 而保护全体债权人 使全体债权人 公平受场 则是成为一个什么 次要的目的吗 你可以发觉 你看 要没有我们这个女法官 唐吉柯德的精神 你看 这个案子可能到现在都还是结不了 所以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有关我们这一边的 有关我们这一边的破产法 基本上是以保护债务人 使债务人获得重生 重新做人的机会 为主要的目的 好吗 那我跟各位说明 公司重整何尝不是如此 各位同学 公司重整的目的 各位 我先跟各位一起看一个条文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打开 有关公司法 公司法麻烦你翻到 有关我们这一边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 然后翻到282条的规定 各位同学 282条它讲什么呢 来我跟你念一下好不好 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债的公司 因财务困难暂停营业或有停业之余 而有念到这里 重建更生之可能者 得由公司或左列利害关系人之一 向法院申请重整 所以各位同学 公司重整基本上将来我们会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各位来看这里 看这里 我们一开始跟各位说明 有关破产法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民法公司法 各位同学 公司法重整跟破产之间的关联为何 注意哦 你看 将来破产法会更名为债务清理法 或者称之为债务清理条例 现在上网公告的版本 它把有关债务清理法分七个章节 怎么分呢 第一章总整 第二章和解 第三章破产 第四章重整 重整 第五章公法人的债务清理 第六章外国法院债务清理程序之承认 第七章法者 所以各位同学 回来 你会发觉 公司重整 将来会纳入破产法的范围 成为 企业清理债务法制之一 简单来讲 我们将来会这样讲 破产法更名为债务清理法 主要是用在我们这边 非自然人的部分 因为自然人 我们就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而我们这一边 你将来会看到 我们这一边的债务清理法 债务清理法 对不对 会规范 现行的和解 破产 还会将公司法里面的重整 也纳进来 成为什么 第二章的和解 第三章的破产 第四章的重整 这是我简单的跟各位说明 所以你会发觉 破产法的目的 公司重整的目的 都在赋予债务人 重生的机会 这一边公司重整 就是赋予股份有限公司 重生 重建 更新的可能 你看民法282条 自然就可以了解了 好 这是我一开始 第一个跟各位介绍 强制执行法跟破产 最大不同地方 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强制执行法 主要的法条结构 跟目的 是以保护 实现债权人的债权 满足债权人的实现 为主要的目的 以及法律规范的内容 债务人保护是一个比较次要 是一个比较辅助的目的 不是没有12条声明意义 14条债务人意义之数 15条的第三人意义之数 都在告诉你 保护我们这边的债务人 而我跟各位说明 破产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公司重整 主要的目的都在使我们这一边的 债务人有重建更新的机会 好吗 我已经跟你讲了 公司法里面的公司重整 将来会纳进 债务清理法里面的第四章重整 好 那我接下去 就在跟各位用我们这几年来 法治建立的历程 大致上知道 我们这一边 债务清理法 债务清理条例 它主要的立法目的到底为何